你知道一个叫做特奥蒂瓦坎的古遗址吗? 它是墨西哥中部一座巨大城市的废墟 有着数不清的谜团 阿德特克人称它为众神之城 由于缺乏文字记载 这座城市的历史至今仍笼罩在一片迷雾中 还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建造的 有人说它可能是外星生命的中心 今天咱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特奥蒂瓦坎 在如今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地下 有一个古遗址叫做特诺奇蒂特兰 它是14到16世纪墨西哥中部的第一个正式的城市 由当时的阿兹特克人建立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人工岛之一 1521年特诺奇蒂特兰战役爆发 阿兹特克人坚守了10个星期之后 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鲁县被西班牙人摧毁 变成了一片废墟 阿兹特克帝国灭亡 特奥蒂瓦坎遗址位于墨西哥城东北约40公里处 鼎盛时期这里是世界大城市之一 居民有20多万 面积达20平方公里 比玛雅文明早100多年 被认为是该地区最古老最先进的文明 现在还保留着以三个金塔为中心的 200多个小建筑物广长等 但是这个城市是随建造的 居民又为什么会消失 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女 当地有一个传说 说特奥蒂瓦坎不是人类创造的 他们认为这里是与神灵相连的圣地 是主宰雷霆的天神所创 而正是当时的阿兹特克人将这个地方 命名为特奥蒂瓦坎 意思是众神之城 在特奥蒂瓦坎古城有三座金字塔 太阳金字塔 月亮金字塔 和雨蛇神金字塔 其中太阳金字塔共有五层组成 据说其内部使用了最先进的建筑技术 遗址上有很多十吨左右的石头 这些石头虽然是非常坚硬的岸山岩 但是石头有着光滑的表面和锐利的边缘 所以猜测当地的人们应该是有着高超的技术 才可以保证其精准度如此之高 然而在1884年开始挖掘该地区的考古学家 利奥波德巴特尔斯则认为 当时挖掘的时候金字塔的大部分都被埋在土里 漏出来的部分大概只有三米 所以应该是有自然灾害袭击了这块土地 在大自然的规律中 如果发生大洪水的话 也极有可能磨平岩石的表面 如果这里真的发生过传说中的大洪水 那么特奥蒂瓦坎古城的历史 就要比考古学家们推测的要早得多 根据西班牙人留下的阿兹特克人的故事 很久以前发生了大洪水 世界被重置之后众神们创造了七个部落 而阿兹特克人是这里的最后一个部落 阿兹特克人的宇宙论存在五个时代 持续了大约五千年 之后被一场灾难摧毁了 如果这是历史真实的话 那么就可以再次证明 特奥蒂瓦坎的存在时间 要比考古学家推测的要早得多 2015年4月经过十多年的挖掘 在雨蛇神金洒下发现了大量的水 但是要知道水银并不能自然产生 它必须从自然界中存在的某种矿物中 经过高温复杂的处理 才能提取出来 并且具有具足 因此需要非常先进的技术 那么它为什么会在金塔的下面呢 大约在发现水银的两年前 挖掘队在同一地点的地下通道中 发现了大量的金色球体 经分析 据说这颗金色球体中 含有一种地球上不存在 从未见过的物质 另外云母的发现 也让研究人员感到困惑 如今云母被广泛地应用于 涂料油漆电绝缘的行业 其特性是绝缘耐高温 为什么在特奥地瓦坎遗址中 发现了现代技术 才能用到的物质呢 沿着黄泉大道 特奥地瓦坎遗址所在的地方 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火痕 就在当地人口 突然消失前不久 发生了大火 大火的原因之一 可能是该地区的居民 使用了某种能量 那个能量突然被释放 导致了大火灾 如果说金字塔 是利用地球的能量 来分配给全世界的话 那么特奥地瓦坎 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因为它建立在一个空洞上 并使用了水银和云母 也就是说特奥地瓦坎 是众神用来产生 大量能量的发电厂 当超导体冷却到一定的温度后 就会在电磁场上漂浮起来 而用水银也可以获得相同的效果 如果正常技术进一步发展 理论上可以创造出 人类可以齐成的东西 在宇宙中 超导状态可以半永久的保持 特奥地瓦坎可能是一个 利用外星技术 创造巨大电磁场的地方 因此金字塔周围的区域 处于异于悬浮的环境中 以水银为燃料的不明飞行物 可能已经在此起飞和降落 为了利用地球自转带来的便利 现在大多数航空航天设施 都建在赤道附近 而特奥地瓦坎也恰好靠近赤道 使其成为外星飞行器 起飞和降落的理想地点 特奥地瓦坎真的是 地球外生命体的宇宙基地吗 为了接近这个答案 科学家和考古学家们 一直在不断的探索 为了揭开特奥地瓦坎的神秘面纱 考古学家不断在金塔下面挖掘 从如今已经知晓的发现中 我们可以想象到 这里似乎曾经有过高度的文明 特奥地瓦坎遗址的三个主要结构 与猎户座中的三颗星的排列方式 完全相同 埃及大金塔也处于相同的排列方式 此外废墟中的主干道 笔直的向某星团延伸 相反 废墟主体结构之间的距离 与行星之间的距离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废墟建筑物之间的距离 是按照明确的基础排列的 因此建造特奥地瓦坎的人 可能不仅仅是简单的古代人类 因为他们非常了解太阳系 1970年代 在距离特奥地瓦坎不到6公里的地方 发现了另外一处神庙 雄主说法认为 这座神庙位于黄泉大道的延长线上 预示着太阳系冥王星之外 存在着一颗行星 这个行星最终在2016年得到证实 家中旅工学院的一个团队 发现冥王星外有一颗未知的行星 这一发现进一步证明了 特奥地瓦坎的居民曾经对太阳系有深入的了解 特奥地瓦坎已只是外星生命基地吗 考古学家将继续研究下去 直到隐藏在古迹中的秘密 再也无法掩盖事实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您对特奥地瓦坎古城还有什么补充 就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阿跳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